接著就要跟各位談接地 接地我們在 做所謂的 感應起電的時候我們就做這件事還記不記得 我們說手碰一下會接地 當時的交法說 容易記的方法叫做 沒人疼沒人賴的會不見對不對 所以碰一下震電 震腹會相吸 震被感到旁邊 碰一下震就不見了 那說法上叫震就不見了 11到10在動 這樣是負電在動 不是震電流下來是負電跑上去 這是我們以前教過的 所以 接地就會把多餘的電荷怎樣 倒掉 弄走 夢到地面上 我們 會假想我的地 地球 是一個無限大的電容 可以裝一坨拉圖的電 電也不會上升 電也不會上升 可以少掉一坨拉圖的電 電也不會下降 所以他就可以容納一大堆 所以接地就是讓他外殼 藉由導線跟地殼通連 可以把多元電荷導過去送過去 然後就可以避免露電產生的危險 像這樣的下面這個圖 左邊的東西是有接地的 他萬一漏電了 這個電就會怎麼樣 順著接地線就 流走了 那你的手碰到他有沒有危險 沒有危險 在右邊這個圖 他沒接地 就他漏電了 你手碰到他之後呢 就變成你在接地 經過你 然後地上去 你就速電了 你就速電了 所以這個接地有接好的 就可以避免因為漏電 所產生的危險 接地沒接好的 就會有危險 這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 我也收集了一些報導 這包含什麼教授什麼之類的 然後呢就因為 工人做錯了 然後就整個觸電就再見了 OK 所以這叫做接地 接地 考試又問你 幹嘛要接地 避免漏電所產生的危險 所以這邊有個圖 我們剛剛講過 開關要裝在火線上火線上對不對 朝鮮室也一樣 然後呢有拉回去個中心線 然後我另外做一個接地 然後你們在買一些大功率電器的時候 他常常會多出一條綠色的線 那條綠色線就是接地線 你要拿去接地 怎麼做 方法一 在你們那個電器旁邊找一片大片的金屬 跟他碰在一起 多元電可以倒過去 方法二 旁邊的插座 把它塞到那個中性孔去 中性線去 他會拉回電壓器做接地 我看到 所以呢就把它弄一個 然後這樣子的話 他整個分散電壓 然後電流電荷倒掉 你就會比較安全 比較不會觸電 你要不會觸電 這個是 做個接地的動作 OK 我們交過避雷針 我們講過避雷針的名字是錯的 它不是避雷 它是什麼 引雷 對不對 我的避雷針在這裡 拜託雷針來打我 那雷針打到它之後 它就拖到地下的電網 把電接地 扯下去 就散掉 然後防止就安全了 所以我說避雷針 它其實是什麼 引雷針 那雷針打到它 然後它就接到地網 接地接下去 然後把電散開 那避免 這些電 去傷害到其他的電器 我也跟你講過 如果我這樣出過一次就是啊 打雷針完之後 我的收音機就跳掉 華麗針就燒斷了 華麗針就燒壞了 不過幸好有防止值 這個燒壞的華麗針不是那個收音機 不是收音機 OK 就是避雷針的原理 OK 那剛剛講過了 我們就是該做接地不好的接地 那人家那個三個頭是要給接地把它拔斷 把它凹掉 折掉 就這樣比較好擦 可是它就少掉了接地的工作 這就是 這都是一些 危險的事情 都是一些危險 不好的 不好的事情 所以要請你要注意一下 不要做這些事 OK 那麼 我們那個冷氣機 通常是三孔的 我們有兩種形式 上面跟下面有兩種形式 但不管哪一種形式 都跟 一般的插頭不一樣 防呆 防呆 判差錯 要差錯也差不進去 不會有問題 OK嗎 因為你把疫苗來的電差差兩倍 中間就是差四倍 所以防呆你不會差錯 兩種長相 兩種長相 然後 都跟其他差錯不一樣 然後呢 重點是 這兩個 兩條接火線 兩條接火線 中間那個是接什麼 接地 這條是接地 所以兩條接火線 中間那個是接地 接地接接兩 插座 然後 熊照不懂 避免勿用 防呆裝置 這時候 他就下來防呆 防呆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很好